大家都说黄俊焕是英雄 其实黄俊焕脱困之后 首先想到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给远在双丰县的妻子报个平安 黄俊焕还惦记着要送儿子上大学的承诺 他嘴上说自个儿遇到了点小事 可妻子太了解他了 马上就从老家赶了过来 看到他的时候就看到他脖子上有伤 我就拔开他脖子看 很多的刀伤 我才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了 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 牺牲了 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孩子还没有成年 父母怎么办呢 直到听到妻子的埋怨 黄俊焕才感到了一次后怕 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他要是不在了 对这个家的打击可想而知 可哪怕知道可能的后果 知道自己有软肋 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他还会展出来 黄俊焕因为舍身换人质的行为 融立了个人一等功能 并成为了2018年感动中国人物贫选的候选人 按照黄俊焕的话来说 只要你不辜负自己的职业 进到做人做事的本分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 在和平年代 这样的英雄不止黄俊焕一个 在山东省的吴立县 当地武警中队的官兵们 也在一个深夜紧急出动了 他们也要前往处置一起劫持人质事件 事态紧急 参谋长林斌在车上通报了案情 事实上现场情况 比官兵们预想的还要严峻 午夜12点20 武警官兵到达事发地 这是一栋沿街商铺 迟老男子因为家庭琐事酗酒 然后来到小吃店 姿势 在酒精的催化下 他把小吃店的老板 劫持到了商铺二楼 并且无助地往楼下了这么东西 在迟老男子的虐打下 人质发出了阵阵惨叫 情况刻不容缓 武警官兵迅速与 掀起赶到的官人 组成了联合主卫部 他们发现复杂的周边环境 给营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其一 持刀男子和人质所在的 这个二楼房间里 一片漆黑 无法了解情况 其二 隔壁超市开着射灯 楼下两侧都十分空旷 官兵们的行动很容易暴露 其三 商铺对面的楼房前面 有许多的树木和电线 视野很差 不便设置狙击手 这该怎么办呢 当时我们联职决定 采取三种方案进行处置 一种是劝强 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情况 另一种就是一五 看能不能 诱使犯罪嫌疑人和人质 走出房间 在室外进行解救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犯罪嫌疑人伤害人质的话 我们埋伏在车库顶端的狙击手 就可以司机再去行动 第三种就是枪弓 枪弓就现场复杂的环境来看 风险是比较大的